不是怎麼看 為什麼蘇貞昌拖了這麼久 才出生 你怎麼知道 這些基督他如果是自己 過去是非兴完鑽的 現在都沒有 做一個基督他如果是主委自己就對了 要拿到真家室的白衣 最好到500萬的新代表 主委自己 年後他要把自己保持最後的狀況 那麼為什麼政府官方你會放這個消息出來 年後比較貼這個漏風 租風中間 你來支持這個中華航空 核檔署長 那當時是一六年在空經的時候 你在收漏技法 一個一休的時候 說漏工不可以過漏工的環境 我們要保護 那麼今天這裡的漏工出來 為什麼你沒有站在他們的立場 來想你現在一次就站在核檔署長 之後電營燦 再開炮 早上聽我的 今天就沒有100天的事情 奇怪 這現發自音嘛 為什麼不聽你的 如果聽你的就不會100天 怎麼不聽你的 所以今天才做成100天 所以交到林家龍 閃無可閃的時候 你還是要面對 所以這個頭到尾 努中就是 新潮流 貫贈國會 在圓家在打 那麼打到尾這個100天的事件 照理說100天4天 應該政府是用在很緊身的立場 然後六天的環境 包括消費者的環境 這是最重要的 今天不是 今天大家都在那騎棺山看賣 連路 黏他這邊 黏他那邊 所以作成派黑利益 修圓我們人民跟消費者的環境 這件事到現在不快收拾 坦白說 蘇英長 你還要等他 他也涼涼兩塊錢 這才會蓋他沒有關係 所以這相當的隔壇 民進黨執政的隔壇 有相當的概率 所以這輩子 尤其過年時間 有的人過年先出去走 不可以回來 卡電話要回到圍路不可以回來 要回到團圍不可以回來 有的要處理不可以處理 這個中間 我們台灣人在過年 這是最好的事情 這件事政府 涼涼兩塊錢 他跟他涼涼無盡 我跟妳說這已經對民進黨執政 增加一個新的危機 如果你們這個團隊 那就是為了你政治派黑的利益 然後不顧台灣人民 包括消費者的環境 甚至非兼安全 這麼嚴重的事情 你們經營動作沒有這回事 所以在這個勒煮相逢 在協調的中間 概率可以說在這個新生態 甚至說他們的道征 我們是不需要用陰謀論 今天林家龍跟田文燦 他們兩個就是未來的競爭 他們兩個就是滑青町 現在最大的對手 在放棄他們兩個大尾 所以在這個情形的三角問題 做成今天一個發行 一個百天的事件 一定萬年到今天沒辦法解決 完全是不可思議 那麼當時空火園在百天的時候 你不是很殺的 一個手勒吞了 要輕輕 輕輕的中間 當時的張友粉怎麼落台 這個交通部長要讓一個發行 當事長落台 那有這麼困難 不可能 任家龍你是怎麼做不夠 我告訴你這件事 家龍你如果沒有擲空的就對了 沒有硬起來 你穩好色的 你就沒有2024了 人在握頭讓你跳 你還看不見 所以 好軟件 這個事情 就是任家龍 你要積極處理 等這個百天的事件一段落 這個當事長如果沒辦法 就對了 任家龍你自己準備要落台 機器人比他們做得好多了 我都一直在想 如果有一天 這個全世界的科技非常的發達 AI非常的進步的時候 說不定讓電腦來取代這些人 作為政府 有效率 而且起碼不會兩套標準 而且機器不會有派系鬥爭的問題 可能會有品牌不同之間的 可能會有要圍堵華為的問題 所以回到蘇貞昌 就說華航的這個安全 它不是一個一般的企業的罷工 它是整個影響到的是 春節我們的飛航交通 運輸的重大問題 那麼照理講 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 絕對是不亞於豬瘟的事情 那豬瘟是一個長期的抗戰 但是這是馬上的燃眉之急 眼看就要發生的一個危機 但是我們從行政院到交通部 有啟動危機處理 就是我們過年前並沒有看見 那麼這件事情 也已經持續了好長的一段時間 並不是這些機師工會 忽然間有一天睡覺起來不爽說 我們要春節罷工 這件事情已經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行政院有沒有掌握 交通部有沒有掌握 有沒有告訴我們說 很有可能談判破裂之後 我們春節會面臨你買的票 是沒有辦法用的情形 我們也都沒有看到 政府有任何應變的措施 所以他說他指示陳其邁 協同鄭文燦 林佳龍 我們看到的新聞是 其實過年陳其邁 鄭文燦 跟林佳龍就會面了 所以當時蘇貞昌就指示了 還是蘇貞昌說我現在會去指示 這樣就很奇怪了 他們早就已經啟動了 就陳其邁 鄭文燦 林佳龍 早就已經在協商 在處理 蘇貞昌看新聞也知道吧 還是你沒有看新聞 還是你被記者問了之後 隨便騰塞一下說有 我有指示他們 你什麼時候指示的 當時是你指示的嗎 當時有指示的 就是12天前他就已經有指示了 他沒有 所以今天蘇貞昌的回答 其實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都讓我非常的好奇 就是說鄭文燦的談話 林佳龍的態度 鄭文燦 陳其邁 林佳龍 一起去喬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推給何暖軒 我都覺得這中間 其實隱藏了很多 民進黨政府 當下政治權力核心運作的 許多外界不知的潛規則 這是正在發生中 因為蘇貞昌是臨時接的隔魁 然後林佳龍也是 後來才接的交通部長 鄭文燦他們跟陳其邁 這些中世代 他們接了黨機器 又接了行政院 然後他們怎麼樣 在民進黨的這個權力結構裡頭 何暖軒當時並不是這些人 所屬意的董事長 現在發生的這個重大問題 他們是如何在裡頭角力 或形成新的 這個民進黨的內部的話語權 這個有待觀察 外界我們很難看到 可是我看到的是說 而且這個晚宴裡頭的 交通委員會的招委 不只是陳明文葉銀金在 還有桃園的鄭運鵬也在 席間我們很難想像 沒有去討論到這件事情 除非大家覺得說 畢而不談不要談 故意不要談 不然怎麼可能 你現在新聞正吵得這麼熱 立法委員怎麼可能會 不會去碰觸 而且他們吃飯了幾個小時之後 第三次的協商要登場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頭 你就會覺得說 當然這民進黨在當時 15年還沒有上任前 16年上任之後 對於華航機師 還有華航空服員罷工 那真的是兩樣情 那時候說他們人無客人 才會上街頭 一定要怎麼樣 所以河南軒一上台 就毫無條件的接受 所有空服員的要求大放鬆 結果他就知道說完蛋了 這下子他要管理華航 非常的困難 非常的吃力 所以之前太多軟化大放鬆 現在又太硬 然後鄭文燦又說 何暖軒根本不聽我的 何暖軒如果聽我的話 今天不會這樣 我在想說他們 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演哪一村 何暖軒什麼時候吃了 每天你都看不出來 那到底還有誰看得出來 何暖軒吃了什麼雄心豹子膽 然後何暖軒這種咖 他之所以官運亨通 是靠什麼 不就是靠這個嗎 那所以蔡英文 蘇貞湯躲起來 躲起來的原因是什麼 躲起來的原因就是 就是燙手山運 拍橋拍走 他現在已經經不起任何一點 負面的傷害 所以光挑那些軟性的 沒有政治性的 沒有衝突 或者是穩賺不賠的議題 這些網紅的領導人們 才會跳出來 這個很難就趕快躲起來 躲起來不能不處理 你不能夠放死 所以就不能夠放在內 不管 事實上這件事情很惡劣的是說 你今天交通部 你今天華航 乃至於你今天機師工會 我跟你講全世界罷工 都會避免在Christmas的時候罷工 我如果罷工期間拖了太長 沒有辦法結束 眼看就要影響到Christmas 或者是我的談判破裂 眼看的我很可能要Christmas罷工 你會看到這個航空公司 你會看到這個工會想盡辦法 不要影響Christmas 臺灣呢 就這樣 春節 這不是隨便一個週末 這也不是勞動節 這是春節 這一年最重要 可能要團圓的時刻 卻在這個時候發生罷工 這些人通通要負很大的責任 你沒有辦法回家團圓 我們買了飛機票 不能夠回家 這是怎麼回事 然後你們可以這樣子 每個人都好像路人甲一樣 然後把所有責任推給何暖軒 何暖軒很好用 我就覺得何暖軒很好用 鄭文燦也要選票 這些人他已經站在機師公會 因為機師公會 他們登記在桃園市 在桃園市好幾萬票 然後中央又有中央的立場 他要顧華航 然後在這種情形底下 我覺得何暖軒好好用 他們就每人都罵何暖軒 何暖軒 何暖軒怎麼樣 何暖軒怎麼樣 何暖軒 難怪官運很痛 覺得蘇院長 今天的這樣的一期談話 讓我非常的驚訝 因為他最自豪的話 就是衝衝衝 然後能夠接地氣 可是他卻把華航的罷工 當作是空氣一樣 我們都知道整個春節 說實在 大家最關切的就是 人可以出得去 然後出去的人可以回得來 這不就是大家最關切的 有關於旅行 交通上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務實的層面嗎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春節 我們先回應一下 這個黃秀芳 他說我們的蘇院長 他在大年初三的時候 自己去加班 好了 你去加班 陸立於公 我們給你拍拍手 但是你對於這麼重要 唯一一件大家最關切的 一個罷工的問題 你卻沒有做出 任何執行層面上面的 一個策略 我必須要說我今天早上 還坐華航的班機 六點鐘才抵達台灣 我真的從來沒有一次 對於我可以這麼樣的 回到台灣 感到這麼樣的感動 跟這麼樣的珍惜 當飛機落地那一上 全場都給我們的外籍機師 熱烈的掌聲 謝謝他幫我們送回台灣 然後我也從來沒有一次 在旅遊的過程當中 這麼每天盯著電腦看 看到我的班機有沒有被起 有沒有被Cancel 但這東西就是一個 旅人的一個心聲 在過年期間 我怎麼可能會預想到 會遇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是回來了 但是我可以完全感受到 第一線的地勤人員 每天面對那些 所謂暴怒的旅客 沒有辦法搭上飛機 那種心情 華航對於這樣子的事情 你不能就說 你就是兩手一攤 我給你三次的協商 就完全毫無作為 我真的必須要說 我們整個的行政團隊 我們不要忘記蘇院長 在我們所謂的 非洲豬瘟的時候 他對一個檢疫的分局長 這樣的一件回答不滿 就可以標罵 你讓我們覺得說 你整個對芝麻官的事情 你可以這樣大聲的標罵 對於林佳龍 對於所謂的何軟軒 你到底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就大家好不容易等到 你來做一個回應了 你在宴請這些立委當中 你竟然沒有談到 大家唯一關切的罷工問題 你要講什麼農地 工廠 這些都不是現場該解決的 我覺得這是我對於蘇院長 他的起手是 讓我覺得匪夷所思的地方 我也必須要去強調 在這個事件當中 到底是機師他們的訴求 到底是如何 我必須要說 這跟2016年 剛剛立委你特別提到的 小英一上任的時候 橫軟軒 根本就二話不說 馬上舉白旗 七大訴求全部同意 相對於過去到現在 你覺得這些機師所強的這個部分 也是非安的問題 你卻用於所謂的 資方的所謂的營運 這個營餘成本 來告訴大家 華航不能夠放手為何 你這三年前跟三年後 然後小英總統的角色到哪裡 當你華航拿出這個 所謂的營運成本的時候 你不是在打臉 小英過去對於勞機房裡面 所謂要捍衛勞工那一塊 今天這些機師 不過這才是訴求 所謂他們的勞動權 他們所謂安全的問題 不管他的合理不合理 但起碼這是民進黨 過去的主張 還滿一致性的 你今天 在你所辦公股的 這個所謂的華航 卻用營運成本 來做彼此之間的一個矛盾 你民進黨的政府 在這個時候 卻沒有辦法做出 任何一個很執行的策略 你過去不是很會發臉書嗎 你過去不是要叫大家 來當網紅嗎 你過去不是會有回廊談話嗎 為什麼對於春節 唯一關切的罷工問題 你卻沒有任何的聲音 這麼重要 好不容易可以宴請這麼多 交通委員會的 這些重要的委員 你們卻沒有談 這個問題該怎麼樣來做解決 所以我們只能告訴大家 民進黨只會空口說 你的民主價值 你卻不會面對務實 你也不夠面對現實 你這個完全在這件事情上 完全被大家看破手腳了 所以我覺得罷工問題 若不解決的話 對不起 就像氣球小轟一樣 你的接地氣 純粹就是當作一場空氣 大家都看在眼裡